继俄亥俄的小城东巴勒斯坦 发生了由列车脱轨引发的严重化学品泄露事故后 美国密歇根州竟然也发生了 运送有毒化学品的列车脱轨的事故 而且这起发生在当地时间16日晚间的事故 其肇事者与俄亥俄事故的肇事者还是同一家公司 其多家来自美国密歇根州的地方媒体报道 当地时间周四晚 在距离密歇根底特律市西南30英里处的小镇范布伦镇 一趟运载着有毒化学品的列车发生了脱轨事故 有六节车厢偏离了轨道 当地官方称 这六节脱轨车厢中只有一节是运送微化品的 并称车厢没有出现受损或是泄露的情况 当地消防部门也称 这一脱轨事故 目前对公众的安全没有影响 尽管目前来看 密歇根的事故似乎与俄亥俄的事故不同 但当地媒体披露说 这次在密歇根脱轨的微化品列车 其运营方与俄亥俄那趟出轨的微化品列车 是同一家公司 即诺福克南方公司 英国卫报美国版的一篇报道曾指出 由于铁路基础设施严重老化 以及铁路公司为了逐利而大幅裁员 美国铁路货运正面临着严重的安全问题 俄亥俄那起事故暴露的 只是这种严重性的冰山一角 而这次密歇根的脱轨事故 则再次证明这一严重问题的普遍性 虽然这次的事故至少目前看来不严重 但如果诺福克南方公司等美国的铁路公司 继续用沿线居民的生命 往俄罗斯轮盘堵 那么出现比俄亥俄脱轨事故还严重的事故 将只是时间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